歡迎收看小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接下來要看之前出過的問題 其實這些問題有的都還挺不錯的 尤其是這個大考中心出的題目 我覺得都蠻別出心裁的啦 小明想要在圓上找到CD兩點 這兩點找出來之後呢 他要讓三角形ACD是正三角形 也就是說 到時候我找出這兩點 這樣連起來是一個正三角形 那請問要怎麼找 A提供的做法是 做AB線段的中垂線 我做OB線段中垂線 做過去 跟 圓交道的兩點CD是不是就會 圍起來是正三角形呢 那 另外一個 講的是說如果我以B為圓心 OB為半徑 畫一個弧 那這樣子畫出來的弧交到 這個圓是CD兩點 那這樣是不是就是 正三角形呢 也就是說 A的建議是這樣 做這條綠線 那B的建議是 以OB為圓心 畫一個弧 那畫出來所教的會不會是 那我們先來看這個綠線的部分啦 那我可以告訴你 A這個選項是 對的 A這個人的做法是 對的 好 那 這個 為什麼呢 你可以想想看為什麼 好 因為呢 我們這一條是半徑嘛 那你做中垂線的時候這裡是不是二分之一 對不對 但是呢 你做 你交出來的這一點 也是一個半徑對不對 那中垂線 跟原本的線是垂直的 所以他會變成1比根號3比2 這個是30、60、90的三角形 那你說就算這裡是60度又怎麼樣呢 這裡是60度的話呢 那麼是不是就代表這個弧是60度 因為他是圓心角嘛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你把這裡接起來 這個角是不是就30度 對不對 那這個角30度一樣 這樣 這裡接過來 你同理可以證明這個也是30 那你就會發現 就是這是60度 這個也60度 這個也60度 這樣子 好那因為你看這個60嘛 所以這個是不是120 這個120對過來這個弧 就120 那所以圓周角 這個就60 所以 A的這個做法是對的 A的這個做法是對的 那如果是B的這個做法呢 他說以這個B點為原性 OB為半徑 畫一個弧 這樣子 那 你看這樣子我畫過這兩點好像我已經認定他一定會過一樣 我們不如這樣說啦 等於說 你可以想像你後來畫的這個弧半徑跟原本的這個弧的半徑是一樣的 只是你原心不一樣嘛 原本你的半徑是這個然後你原心在O 對不對 現在你的半徑是同一個但是你的原心在B 所以你有兩個 一樣的圓 然後你這兩個一樣的圓圓弧各自通過了對方的圓心 下面這個太過於矮胖 將就將就 那這樣子會怎麼樣呢 所以 這裡是一個R嘛 那你看我 這裡連過來的時候因為他也是 對下面這個圓而言他也是半徑啊 對不對 好那 對上面這個圓而言 這裡也是半徑啊 所以我這裡 這個地方是會變成是正三角形 這個小小都是正三角形 這個時候我們做一件事情 把這條延長上來 剛那這裡應該就是這個A嘛 對不對這個是B點 這是O點 對不對 好那如果你剛才已經接受我的推論 這個粉紅色三角形是正三角形的話 我 這一點連起來的時候 對上面這個圓來說 他是 這個直徑兩端 連到圓軸上 所以這個地方是直角 然後我們剛剛不是已經說明了這裡是正三角形所以這個是60度嗎 對不對 所以我就一樣可以推論出這裡是30度 好那 類似的推論好我就可以說明如果我ACD整個連起來的話會跟這個是一樣 是 正三角形 這樣子 OK 好那一樣是作業還有這個問題 周長是 12加 8跟號3的直角 那 直角上有形 然後問 斜面是12 球棋面積 那這一題喔看起來是幾何問題其實他是算數的問題 如果我有一個直角三角形 那已經告訴你斜邊是12了嘛然後又跟你講周長是8跟號3啊 所以等於說你的兩股A和B呢 A加B加起來會是 你的那個周長是12加8跟號3嘛 所以兩股合起來就8跟號3 然後兩股平方 42 對不對 這要怎麼算 還記不記得 所以這個的做法就是 A加B的平方 把這個平方了 那8864 對 8864乘以3 所以是 192 會等於A平方加 喔 我這裡寫錯齁 A平方加B平方不是12啦 A平方加B平方是12的平方 是144 會等於A平方加B平方加2AB 那因為A平方加B平方是12的平方是144 所以你就會得到2AB會是 192-144 減出來剩下48 那我們要求的三角形面積呢 我們還記不記得我們在那個 這就是乘法公式的 那個進階的計算嗎 我們在那個章節 我們說這樣子其實我可以完整的解出A跟B是多少 對不對 因為我透過求12AB 我是接下來可以用這兩個去求A-B平方 那我就可以知道A-B嘛 那A加B跟A-B連例啊 所以我A跟B都可以求出來 那答案應該會不止一組 如果你們 還有印象的話 那如果你已經沒有印象的話 去找那一集來看 不要只是聽我在這邊講一講 這樣子 OK 但是在這裡我們不需要把它找出來 不用那麼麻煩 這題好像也是 集測題還是會考題 不需要那麼麻煩 那他的做法是 因為我要的是三角形面積 三角形面積是什麼 2分之1AB A乘B除2 所以說我知道2AB是48 那2分之1AB是他的四分之1 就除2在除2嘛 所以其實是12 這是這一題 然後一樣來看是之前的作業 我們 三角形三邊長680 之前解題的時候畫到了 他說內切圓 圓心I 外接圓的圓心是歐啊 那請問你他的連 這兩個點 這兩個點 內切圓I和外接圓O的連心線 歐外線段是多長 那麼我們稍微畫一下 680就是 我們熟悉的345 對不對 所以你把680畫出來 這個要會了啦 外接圓圓心歐在斜邊終點上 對不對 外接圓的圓心歐是這裡 那內切圓的圓心I是 這邊嗎 對不對 這題有兩個做法 那一個做法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去真的去整個解出他的圖 我們從這個內心I 做 對這個 斜邊做垂線 好那做這個垂線是多少呢 其實根本不用算 因為這個垂線就是 那個 內切圓半徑小R 那我們之前 也不能說不用算啦 你如果不知道內切圓半徑是多少 你還是要算 那我們之前已經做過非常多次了 你應該知道345的是1嘛 那680就放大兩倍 所以這個小R是2 可以嗎 那這個小R是2的話 這一段是多少呢 上面這裡 我假如坐過來這個地方叫H 那這個H到這一個點 HA會是多少呢 HA的話呢會是這一段 還沒 還沒印象 就是我 內切圓做出來根據切線長性值 這一段是會等於這一段 對不對 所以說 這一段 就是這一段 那是多少 這段是 因為這裡 這裡也是內切 這一段 就是這一段 那這段是多少呢 因為這裡也是內切圓半徑 所以說這裡也是 2 這裡也是2的話呢 那上面這裡就是4 對不對 上面這裡是4的話呢 那麼這一段其實就是4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 AH是4找出來之後呢 AO是多長 AO是5啊 對不對 所以其實 這個法1的重點在這裡 這個 OH是1 OH是1 然後HI是2 然後HI是2 對不對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連心線OA是根號5 OI 連心線OI 可以嗎 這個就是我們直接去圖解他 另外一個方法 我們稱作作標化 那這個方法呢 在我之前我們也有介紹過 我就說在國中比較少看到 但是我們之前也 某一體也用這個方式解 在作標化之後呢 我們把B點這裡視為是圓點00 這是Y軸 這是X軸 那麼I的位置其實就是22 而O的位置呢 再來一次 O的位置是一半 一半 所以O的位置其實是43 對不對 因為O點是A跟C的重點嘛 所以他的X也到一半 他的Y也到一半 所以他是 86的一半 是43 那所以這個問題是在問你22到43 這一條線段到底有多長 所以X相減是2Y相減是1 所以 這個 IO線段是根號 2平方加1平方 所以這兩個方法都可以解 這一題 這個問題算是 這個單元 如果有出的話 已經是很難的問題 就是在這裡解釋一下 我們怎麼去取得這個 直角三角形 他是特殊的問題 不是一般的三角形 我們都很容易取 他是因為 直角三角形 而且是我們熟悉的直角三角形 他內切圓I和外切圓O的連心線長 接下來我們來看 下面這個問題 這也是一個 很蠻重要 也是有點難 但是也很值得教的問題 三角形 邊長10 10和12 這是一個等要三角形 那他一樣要找出內切圓 內切圓I和外接圓O 就是內心和外心 這兩個點的連線 OI 那我們這跟我們前面學到 就是說 等腰三角形 他的 內切圓和外接圓圓心 還有他的重心 就三心是在同一條線上 這一條線就是他底邊的中垂線 他的三個心都擠在這裡 那重心沒有問題嗎 就是2比1 因為這條就中線啦 對不對 2比1的位置 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說 那他的內心 和他的外心 分別會在什麼地方呢 好 那我們 看出來好 既然你是中垂線 所以底下12就被分成6跟6 那6還有6 然後那這條就是 8 680 這次只要三角形 對不對 那他的外心會跑哪去 所以我們先求他的外心 如果這是外心的話 那麼上面連下來 這裡就是大R 對不對 而且呢怎麼樣外心到三頂點等距離 所以這也是大R 那這個呢 這個呢 整條是8嘛 這是大R 所以這個是8-R 然後這個是6 所以我們用這個方式才能求出大R 好那我來把他求出來 這個 這個 R平方 等於 8-R平方 加6平方 所以他是R 好寫大R R平方加16R加 64加36 6 64加36其實是100 對不對 然後這種問題我們之前就講過了 就是你就算遇到了也不用擔心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 看起來好像是要解 那個2次4 但是通常你的1次4都會殺掉 所以說 最後你會留下的其實就是 這個是 你會留下的是16R會等於100 所以其實你的外接緣半徑是 4分這數 這是一個 接著 那麼第二個呢我們來求他的內心 如果他有內心在這個位置的話 如果他有內心在這個位置的話他到 然後 這個三骨的距離式都要一樣 那這個我們就不需要用到避世定義來算了 因為我們 可以怎麼樣 透過面積還記不記得 三角形的面積 三角形ABC的面積呢 他可以用周長 乘小R除2嘛 所以你的周長是10加10加12是32 32乘以 小R 除2 這就是三角形ABC的面積 那他的面積又可以怎麼算呢 他的面積又可以用這兩個 只要三角形算嘛 所以是6乘8除2再乘2 所以這邊是48 所以 然後這邊約掉是16 你就會算出來R等於3 換句話說下面這裡等於3 可以嗎 這一段等於3 那我們剛剛算出來的大R是上面這一段喔 上面這一段 那上面這一段是4分之 25的話他相當於是 這個 6又4分之1 6.25 624嘛 6.25 那8減掉6.25 所以我們剛才這裡算出大R是4 4分之25 那8減大R就會是1.75 可以嗎 所以我的 這個黑 我在 解出來之前 其實不 不太可能說我們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正確的看出他的點的位置 所以這個要算才知道 所以其實我的 i的位置還比較高一點 OK 這樣 那 總而言之 這裡被畫花了 我們另外再畫在這邊 就是從 A點 到最底下這個標記為12的地方角 我們叫H 這樣 那 2比1 也就是整條是8嘛 整條是8 整條是8 那剛才解出來的這個 這個 內心小R是3 所以他底下是3 然後我們剛解出來 外星歐 他底下這一段是 1.75 可以嗎 所以這邊是3這邊是1.75 那所以Oi呢就是3-1.75 1.75 所以是1.25啦 這是 這一題 這個 你看 蠻 複雜的 蠻複雜的 我們再來很快來回顧他一次 我有一個 等下三角形 10 10 12 問你 I跟O的 內心跟外心的連線 那我們要 利用的是因為我已經知道 I跟O會在同一條線上 因為他三點共一線 那他同一條線上到底 在這條線上的什麼位置呢 我去求這個外接圓半徑出來 外接圓半徑利用什麼方式 這個是大R 這個是大R 這個8我已經知道了 所以這裡8-大R 必是定理 求出R之後就可以知道這一段 這一段 那 接著我又去求他的內切 內切圓半徑小R 內切圓半徑小R利用周長乘小R除2是面積 然後6乘8除2 再乘2 48也是面積 所以我這裡算出來R是3 這兩個相減 代表我I離地 是高3 然後O離地只有高1.75而已 所以這兩個距離是1.25 好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樣式作業的這個問題 這個三角形ABC裡面呢 他說 BF垂直 AC 也就是說這裡呢 是直角 這裡也是 B1垂直AB 這裡也是直角 他問你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第一個 以B為圓心 B為半徑 所畫的圓是不是一定通過D點 我這個當半徑畫過的圓是一定會通過D點 那這個是沒有的啦 我們來看一下其他的 以D為圓心 如果我連接D1 那這個的話 用這一條 用這一條當半徑 畫的圓是不是 畫起來一定會過異點 那這個是有的 那為什麼呢 你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 一個說是 直角三角形 這個斜邊終點是外星 所以外星到 頂點等距離 這是一種方式 另外一個想法是說這裡直角 所以說這裡如果有一個圓的話呢 那其實BC會是一個圓的直徑 所以這個是半徑 半徑 所以他都會碰到 對不對 那你會注意喔 同樣的喔 這裡是也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他是不是也 這裡是直角 所以如果我有一個圓BC一樣是 直徑嘛 所以他也是用同一個半徑 對不對 直角三角形斜邊終點 剛好是外星 所以這一段又等於這一段又等於這一段 所以其實這一題的重點在於就是你現在看到的橘色的這幾條線 其實是一樣長的 他 重點在於去發現這件事情 可以嗎 可以嗎 那因為這樣子 A不是 但是 E不是但是 24 然後以C為圓心 CD為 半徑 所畫的圓是不是一定過F 也是 然後以C為圓心 DE為半徑 畫的圓是不是 一定過D 他現在是以C為圓心 以C為圓心 一樣 我用這個 喔 那這個3不是 3是以C為圓心 不是以D為圓心 以C為圓心 CD為半徑 畫的幅 那雖然說你用的是橘色的半徑沒有錯 可是這一段不是橘色的 所以他畫起來的這個幅不會過F 但是呢 如果你是用D1 因為D1這條就是橘色這一條嘛 所以你以C為圓心 DE為半徑畫的幅會過D點沒有錯 所以 2跟4是對的 那我們這堂課上到這裡 然後下一堂課會繼續再跟大家說明一些有趣的 有點技巧的這個 幾何問題